拍片结缘一所广司。林柏虹兴奋收藏她的18件电影。 林柏虹近日在中国拍摄电影《冰封报》,日前中国拍摄的戏粉刚杀青,她特地去买了合作的日本演员一所广司的DVD给对方签名,犹如小粉丝一般超级开心。 林柏虹与中国女星张竞出,日本演员一所广司合作新片《冰封报》,本身就很欣赏一所广司的林柏虹得知即将杀青时,还特地托人买了一所广司在20年前的经典代表作《施乐园》DVD准备拿去签名,拿到签名DVD后她很兴奋说, 当时电影上映时还未满18岁不能进戏院看,现在可以好好珍藏这部经典作品了。 林柏虹透露,一所广司是她的偶像,从知道要合作的那一刻起她就很期待,还透露她和张竞出两个都是吃货,常常互相带给对方好吃的东西,交流美食。 林柏虹在片中试验一位性格阳光,狂放骨鸡,同时也是整个救援队里年纪最轻的直升机飞行员,为了让自己更贴近飞行员角色。 开拍前她也密集地上了好几天的培训课程,从最基本的直升机原理开始学起,飞行员起飞前超过50个步骤她也要熟悉,一直到最后教练带助她乘坐直升机。 从基地飞到片场,林柏虹笑说,这是人生第一次坐直升机上班。